地处山海偏乡的新社国校 全校师生加起来也不到100人 那么申请参加教育部推动的 原住民重点学校新校园运动计划 完成第一阶段的波兰元素 格马兰计划之后 这次融合格马兰民族教育活化教学 同时也整合社区部落的文化资源 共同营造美感校园 那么校长也表示 让孩童跟着新校园运动发展推动 而学习并认识自己的文化 无论是校园美感的营造 还是孩童民族教育的学习成果 新社国小这个全校 师生不到百人的小校 新校园运动计划推动的成果 各界大表肯定赞赏 校方特别归功于师生 社区族人的支持与协助 我们都是找我们公兵当地的人来施作的 希望在这里可以预育出更多更棒的孩子 这个案子我觉得蛮特别的 那已经有很多的缘分因缘巧合 那我觉得来这边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事情 让我觉得好意外 所有问题都完全答应 所以我们真的是珍惜这样一笔钱 也感恩所有的人的付出 谢谢你们大家 谢谢 在地艺术家公益匠师 以及全校师师们的创意共同创作下 用公益艺术创作品打开校门口 直接串联到部落社区 营造不一样的校园美感 而也借着族人的文化知识 让学校成为了全台唯一 以格马兰族教育的学校 展现校园软实力的教育成果 这个顾问当中是让小孩子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那整个过程当中 学生是跟着这个步伐在做学习 所以他这个做完的时候 我们会再做一个推广成果发表 但希望让更多人知道 校园的营造是怎样一个营造 所以我们的营造是在校园的美感 还有一些产业 或一些特殊的文化生态 我们把它做个整合 冯冰箱新售国小 从第一阶段的波兰元素格马兰 到现在第二阶段美感校园的营造 成功推动教育部原住民重点学校 新校园运动计划的精神 也充分呈现了部落文化特色的学习环境 令各界好评 校长余光玲表示 借着新校园运动计划的推动 让校园社区化 社区校园化 学童的学习场域 记得时运栏丰冰采文报道